AudioJungle 这个观念依旧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,认为所有光学瞄准镜都不耐用,只有机械瞄准去猜射汪道,对这种微型红点瞄准镜更是嗤嗤以鼻,认为是其基因巧难堪大用,而现实证明,这是一种真正的具有革命性价值的瞄准镜,小身材大本事才是它的真实内涵。 RMO其实就是把标准的反射式红点瞄准镜进行缩小,以适合固定安装到手枪套筒上,由于采用了成熟的设计,其能够经受套筒的前后剧烈运动,而保持性能稳定,这就是安装到西格哨尔P320手枪上的Romeo E型RMO性能非常可靠,完全可以取代传统的准星罩门。 本人曾在2017年11月2日,美军M17手枪的神秘装置,可安装新型光学瞄准镜,一文中介绍过这种RMO在手枪使用的演变历程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,RMO安装到手枪上,可以说是应用射击比赛选手的改进,然而因为其技术成熟,效果显著,近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特种部队所采用。 这是美军刚刚装备的M17手枪,可以看到套筒顶部后方有一个黑色的宇宙门针合道一起盖板,这就是安装V型红点瞄准镜的接口。 美军已经批量确定采购流波,而The Delta Point Pro V型红点瞄准镜作为M178手枪的标准配备,美军已经这样装备了,势必会引起其他各国跟进。 但是,目前世界各公司研制的RMO接口并不统一,所以这样的适配器纯属无奈之举,希望国内有关部门能够根据实际使用需要。 首先确定通用接口,然后再研制国产RMO这样才能够避免安装和使用中出现的通用性问题。 如果出于小集团利益或中国特色,搞出什么奇葩的设置,RMO使用纽扣电池供电,供电时间长达数万小时,完全可以长时间开机,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 更换电时也非常简单,跟给钟表换电池一样,很快有些人发现,其实RMO非常适合充当备用瞄准镜,于是就制作了这种安装到瞄准镜镜身上的适配器。 这是安装到车这款公司Accord目镜上的适配器,这样就可以在Accord失效,或是近距离瞄准时使用。 要知道Accord大多是4倍固定倍率,在瞄准近距离目标时,有所局限,而RMO没有倍率,可以迅速瞄准近距离目标,这两种瞄准镜搭配起来非常合适。 Accord瞄准镜最初在顶部铸造了缺口整形,充当备用瞄准锯,而现在更合适的设备出现了。 TradeCon公司发现有别人骑在自己脑袋上挣钱,非常不爽。 于是在新款Accord的目镜两侧增加了固定装置,可以连接,自己研制的是配器,微光大用户省力省钱,顺便断了别人的财路。 注意这名美军机枪手,正在使用Accord镜上的RMO进行瞄准射击,TradeCon公司举一反三,在大型Accord镜身上,加装皮卡听你捣鬼,同样能够安装RMO。 这样的产品实在值得点赞,狙击步枪因为瞄准镜倍率都比较大,无法快速应对近距离出现的目标。 这可以说是狙击手最惧怕的近身噩梦,很多狙击手不得不悲伤短管自动步枪以防不测,但更换步枪太浪费时间,于是有人发明了倾斜45度机械瞄准距,不过当RMO出现后,首先大规模应用的不是手枪,而是这样的倾斜RMO堪称狙击手最佳伴侣。 不是所有步枪,都跟Augus一样有现成的倾斜皮卡听你捣鬼,所以需要一个特殊的安装座,这同样是Therikon公司推出的RMR倾斜安装座,安装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。 射手轻转枪身,即可快速瞄准近距离目标,从此狙击手不再惧怕近身战斗。 然而,专用的安装座,还是要占用机甲顶部的皮卡听你捣鬼位置,使用受到比较大的限制,于是,有厂家推出这样的静坐,自带RMR箱线安装座,非常方便。 需要说的是,国外很多瞄准镜都只有静身,静坐都是单独购买,这样可以增加静坐的通用性,避免过重的负担。 这点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,这就是,安装以后的样子。 RMR的距离更加合适,方便瞄准。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加高的RMR安装座,可以直接安装到机甲顶部皮卡听你捣鬼上,这样RMR可以当作标准的红点瞄准镜使用。 这样的串联搭配挺有意思吧。 够轻,够小,使用完全没有问题,手枪瞄准镜能用到步枪上,这在以前真是无法想象,可以说RMR将是未来比较重要的光学瞄准镜品类,希望国内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,改善中国轻武器落后的现实。 只能从这样具体的事情上着手,而不是找什么人,天天吹什么现意枪械,如何杀伤力惊人,如何精度一流,必将名列世界名乡之民,最需要改变的是观念。